在台湾 蔡英文总统要进入海虎号的潜舰前 转身向媒体挥挥手 随即小心翼翼地往下楼梯走去 不一会儿蔡总统出现在潜舰的繁照上 再度跟大家挥挥手 竖起大拇指比个赞 除了宣誓台湾启动国舰国造的决心 也向后方的磐石军舰挥手 为其敦目远航之旅送行 成为台湾首个为敦目舰队远行欢送的总统 蔡英文亲自南下高雄左营基地水星码头 主持潜舰国造的设计启动及合作备忘录签署仪式 她至此时指出 继高教机制研制制计划之后 启动之后 我们潜舰国造的计划 今天就要开始正式的展开 蔡英文说 水面下的战力是台湾国防最需要加强的一环 过去大家虽然都知道 却一直无法解决 她身为三军统帅 有决心来解决这个问题 蔡英文总统说 潜舰国造是我们国防自主政策当中最具挑战性的一环 我也知道外界有一些人并不看好 但是我要告诉大家 台湾人一向勇于面对挑战 并且克服挑战 这次台湾精神也是我们学步违逼的使命 台船公司董事长郑文龙信心满满表示一切都在掌握中 我们大概以八年的时间让这个潜舰能够下水 下水以后可能再经过那个兵力演练 可能再隔一年就成军了 不过军事专家宋玉宁认为 台湾的国防预算实质上并未增加 谈国防自主似乎太过于乐观 全球防卫杂志编辑宋玉宁表示 然而自从蔡英文上任后 不论是轻松敦目舰队远航跟海虎号前舰 还是密集的世道国军 都明显比马英九还要频繁 确实也显示了蔡政府对国防的高度重视 自由亚洲电台特约记者苗秋菊台北报道